特别在金管招呼部中 拿着破门钢骨攻击的人 家里的欧妈妈 原来这就是非法金管上 真正在犯罪诈篇的固点 警察非法的证件商招揽大量的宴物员 公司设在台北市的商业大楼 主打生技医疗产业前景看好 契合的资料一大堂 经访调查 诈篇集团医生案件主研维修 各家的金管公司设计在台北市的商业区 自一百空九年开始 加密集市高票发行公司 保障罪检立过 应该被害人说 公司前景真好 整个月的国家一定可以翻倍 各位被害人 导致的金额高15千多万 警方策部调查 受害人所恐怕900人 不够收到超过两页 这个案件的建议是因为 有被害人参加过当会 当时就让人问到三部长接百康 前清查已经有九名被害人 诈骗金额高达6千万元 那全案一诈期 证件交易法 移送台北地监署侦办 主研的办公桌上 又到金庸环在电影 华尔街之人的商品 给电影操容高票市场 又给各市民人吃进去 放一顿交易名大片人 金庞把四案的主研 顶十七个人 十一九案 十九价钱49万元 及整口车 顶顶反安的降估 四案的主研顶 顶顶反 顶老百费定记 这个账片收到老百多位 还要对资 明镜新闻 台北报导